没过一个月 这顺治皇帝啊 好名的就下了一封诏书 这封诏书啊 一开头 劈头盖脸的就是这么一句 他说 论敏慧端良 未有出董恶事之上者 故董恶事进封为皇贵妃 您好我是库伦刘石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今天啊 咱们就按照上文书的约定 咱们聊一聊啊 这顺治皇帝在册封董恶事 为皇贵妃的时候 动用了哪些超规格的礼仪 顺治十三年的时候 那年呀是1656年 董恶妃入宫是备选西宫 那一年呀 这董恶妃十八岁 有很多人就说呀 这个年龄本来就违背了 这清宫选秀女的年龄线 因为这清廷有制度 凡是满了十七岁的八起女孩 就不用再参加八起选秀了 有人说这就是董恶妃 二婚入宫的确凿证据 其实啊 我倒不这么认为 在顺治年的时候 清廷的后宫礼法很多 还都未确立 您看啊 在顺治朝的后宫 不但有皇后 皇贵妃 妃 这种中国古代王朝 传统的位号称呼 他们还有啊 这个少数民族 对贵妇人的称呼 例如说福晋 小福晋 格格等等 那这些福晋小福晋格格 也就是后来啊 我们知道的什么贫啊 贵人常在答应 由此可见啊 那会儿这些规矩啊 还都是成型的过程当中 宫廷礼仪并不完善 在顺治十三年的八月二十五日 这董厄氏啊 被册封为贤妃 哎 没过一个月 这顺治皇帝啊 好名的就下了一封诏书 这封诏书啊 一开头 劈头盖脸的 就是这么一句 他说 论敏慧端良 未有出董厄氏之上者 故董厄氏进封为皇贵妃 这个问题就来了 无论是在顺治朝 以前的前朝 也就是明代时期啊 还是顺治以后 清代的各个朝代 基本上不轻易的封 皇贵妃 因为这清朝它有典制 这典制规定啊 皇上媳妇在主位的 人数是固定的 皇后一人 居中宫 皇贵妃一人 贵妃两人 妃四人 贫六人 这之后的贵人常在答应啊 就没有具体的定数了 说是应该有皇后一人 皇贵妃一人 但是册封皇贵妃的情绪 通常都是中宫缺失 或者是皇后病重 不能够主理后宫 才会册封一位皇贵妃主事 那这顺治年是什么情况啊 这会儿的皇后啊 也就是刚十五六 身体背棒 吃麻麻香 这顺治皇帝 册封董恶事为皇贵妃啊 这太尤为常理了 不过也足能印证着顺治皇帝对董恶事的爱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要给这董恶事的父母进行封赏了 哎呀 这个封赏也是相当丰厚的呀 给他父母的礼物啊 其中有金一百六十两 银八千两 金茶桶一个 银桶一个 银盆一个 断八百匹 布一千六百匹 马十六匹 鞍十六腹 甲咒十六腹 这娶皇后啊 给皇后家下聘礼啊 也就这样了 这还不算余智 就是从未听说过册封一位皇贵妃 还要召告天下的 大清啊 三百年历史 也没有这么一位嫔妃 在册封皇贵妃的时候 大赦天下 最为夸张的就是啊 这些大礼都完成之后 这顺治皇帝决定 给皇太后增加徽号 这会儿啊 有小朋友肯定就不明白了 说这两口子高兴的事 跟这婆婆娘有什么关系啊 给太后增加徽号 和这个董恶妃受专宠 有关系吗 哎 当然有关系了 关于孝庄被尊为皇太后这件事情啊 咱们前两天聊过 那尊号是什么呢 尊号就是太后 太后啊 就是孝庄的尊号 常听我说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太后这个尊号啊 这孝庄文皇后来之不易 作为这个皇帝的生母呢 别的人都是 这老皇帝一尿系 立刻新皇登基 就来了太后这么一个尊号 可是不管什么原因吧 庄妃娘娘这个太后的尊号啊 等到了顺治八年 才被尊为昭圣皇太后 哎 昭圣二字 就是这孝庄文皇后的 灰号 那么这孝庄二字 是什么号啊 这孝庄二字啊 是世号 是孝庄文皇后 死了以后 才被拟出来的这两个字 只不过呀 我们金人就习惯了 冷巴丁的 您要听说 昭圣皇太后 哎 您是不是根本就 不知道说谁呢 这死的老公的娘娘啊 一旦被尊为太后之后 先给两个字的 灰号 之后呢 凡有大典 大庆 大喜事 就会给这个老太后的 灰号上啊 增加两个字 那应该都是 什么时候 尊家呀 哎 我这么跟您说吧 最小的一件 喜事啊 也得是皇帝 大婚 也就是说这皇帝啊 娶皇后的时候 要是这么说 这老太后心里 应该是乐开了花一样啊 嗨 乐个屁啊 这昭圣皇太后 她心里着急呀 因为她知道 后宫的所有嫔妃 对于皇帝而言啊 都是政治婚姻 他们都代表着 这大清朝的各种势力 各种阶级 这包括草原上的蒙古诸部 哎 大清国的功勋贵族 还有入官以后的兴贵们 也就是六部尚书 大学士们 虽然这嫔妃当中啊 没有汉人女子 但是就连汉臣的利益 也包括其中 顺治皇帝有一位嫔妃 是克妃十世 有人说 她就是一名汉人女子 实际上我含着那句话 这位娘娘啊 应该也是八旗汉军 并且呀 我还有证据 康熙六年的时候 遇亲王扶权 就是康熙皇帝的哥哥 顺治皇帝的二儿子 被封为亲王之后 吩咐的时候 朝廷就从这福晋十世所领的管领当中 拨出一管领给了扶权 您听听 有这一套程序在呀 这十世 它能不是奇人吗 只不过呀 现在有的学者呀 他愿意说 这清宫当中啊 有汉人女子嫔妃罢了 您看呀 即便说这十世 它是奇人 它也代表着汉族大臣的利益 所以说这顺治皇帝如此大张旗鼓的侧封 董俄视为皇贵妃 那么就无形的打破了后宫当中的平衡 后宫当中一丝一毫的动向 都是群臣的风向标 皇帝对某个嫔妃的一点偏爱呀 那大臣们都会理解为 是对这个家族乃至那股势力的偏重 正常的嫔妃升迁 还有大臣在一边啊 狐疑忘猜圣意 更何况是这种毫无来由的 突然的大张旗鼓的 有伪常理的 来册封一位嫔妃 这简直就是皇上人为的霍乱朝纲 难免呀 这大臣们啊 为了自保就会结党营私 更让这孝庄文皇后生气的 就是顺治皇帝对董俄士 生下的这位皇子的态度 1657年 董俄士啊 生下了皇四子 其实在这位皇子之前 这顺治皇帝有儿子 您听了皇四子吗 可是这顺治啊 他执意的要称呼这位小二子为 朕之第一子 大清之第一子 并且召告天下 大赦天下 这更是不理智的 您别忘了 您这个屁股底下 这个皇座呀 都是大家推选 都尔滚做主来的 这大清朝的前几辈子 皇帝呀 都是这么来的 就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 这么一说 这样一来呀 在群臣当中 这反响就更大了 大清国的王宫宗使 还有这帮的群臣们呀 没事一天到晚 就拿这个话题找乐 什么话题呀 一呢 就是这个汉唐时候的外戚 二呢 就是明朝的宦官 他们认为呀 这些呀 都是导致王朝 覆灭的重要原因 那如果一旦呢 这皇上立了太子之后 眼看这大清国 庞大的外戚系统啊 也要来了 可是啊 这天总是不随人愿 这皇四子 英年早上 还没来得及呀 这顺治皇帝 把他立为太子呢 这小朋友啊 早早的啊 就埋到了冀州 黄花山去了 也算是啊 让这皇太后 多少的呀 又省了这么一点心 没过两年 这董厄氏呢 也在这个 极度的忧郁当中 撒手人寰了 人呢 是没了 可是这矛盾呢 并不能够 随着董厄妃 娘娘的逝世 而有所缓解 因为这矛盾的主体 还在嘛 就是这顺治皇帝 和昭圣皇太后 如果说这 董厄氏娘娘活着的时候 顺治皇帝 在他身上昏招贫出 那也只能解释为啊 这顺治 是爱情冲昏了头脑 这董厄妃一死 这顺治皇帝 倒好像患上了失心疯 他用了很多 极不理智的方法 来悼念 怀念董厄妃 这就更大大的升级了 他与母亲之间的矛盾 至于这董厄妃死后的事啊 咱们明天再聊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为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